这边柔柔那边柔柔 猫猫还差点舒服到睡着 爱动物的台北市议员许淑华 在2月22号猫之日 秀出喊喵心人互动的影片 请大家晒一下自己的猫猫给大家看 我就想到是场猫嘛 那大家都叫他猫猫 那我也习惯叫他猫猫 所以要take他 手就是豆猫棒 立委蔡逸于跟风晒猫 总统级的猫奴 当然也没错过这重要的日子 总统蔡英文贴出 蔡翔翔和蔡阿财的姐弟照 贴文一出立刻引发网友暴动 狂吸上万赞述 喵喵喵在日文听起来 就像数字222的发音 因此2月22号在日本 被指定为猫之日 不分国界民众把握机会 大晒猫主子的照片 脸书划一排都是猫 猫之日更登上全球流行趋势 排名第一 排名政治圈的猫奴 像是副总统当选人小美琴 高雄市长陈其迈 立委黄杰 还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都是其中之一 立委吴佩义有两只猫宝贝 台北市议员陈宜君 更是持续收编中 唱歌安抚还帮抓抓 这猫奴做的好称职 我本身自己也认养了三只浪猫 那最近认养的这只浪猫叫做胖胖 它是我们服务处295象的这个象猫 外面摊贩的老板都甚至还会喂食它控肉 还甚至有在吃面的客人 还为了它点一盘红烧肉给它吃 不仅政治人物一人也加入行列 剖出喵心人萌照 今年的222 您晒猫了吗 错过了没关系 对各位铲屎官来说 每天都是猫之日 至于狗派得再等一下 8月26号就是国际狗狗日 民視新闻成然谭讯和台北报道